局势恶化 印军防空武器已部署拉达克 因为强势警告 切勿升级边境冲突 事实上 近来印军的一连串行动完全没有朝着事态降温方向发展 甚至不断地向边界地区增兵 最近 印度还在拉达克地区部署了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据印度斯坦时报6月28号报道 中印边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冲突后 印度已经在拉达克东部地区部署了防空武器系统 据称 印度已从一个友好国家那里得到了一套防空导弹系统 印军将其部署在拉达克之后 声称能够保护整个地区 印度军方高层已经受益 印度前线部队可以主动开火 并将边界地区的居民大规模疏散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中印自两国发生致命冲突后 进行过长达11个小时的会议谈判 双方均同意以撤军等方面让局势降温 可随着时间退移 印度依然在不断往边境部署军事力量 如今又部署了防空武器系统 印度显然没有想朝着事态降温方向发展 这是要动真格了吗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两国之前的冲突仅限于肉搏 而如今印度似乎打算使用各种武器进行威慑 而且除了地面上的事情外 还打算向空中施加压力 印度此番部署的防空武器 据称是印度自主研发的阿卡什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 阿卡什导弹是印度一方以SAM-6导弹为基础 进行二次开发而成的 印度军队此前大量装备了SAM-6防空导弹 这种导弹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正式投产使用的 70年代出现在多地武装冲突中 当时由于其极高的毁伤效果 而受到多个国家的好评 以阿卡什导弹系统为首的印度防空武器库中 还包括从以色列引进的SPY-12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俄制的波朝拉河和OSA AK庇护防空导弹 这些防空武器可以用于打击战斗机 直升机和无人机等目标 另外据印度官员称 印度空军目前已提高了警戒级别 前线地区已被命令处于最高警戒状态 除先前部署的武器装备外 印度军队还在边界装备了M777超期型155毫米榴弹炮 这是印度一方用来为边界地区提供主要火力的关键武器 此前是印军越线挑衅在先 现在又最高警戒 看来印度军队还是计打不计吃 如果一意孤行下去 势必将自食恶果 无独有偶 面对印军种种过激行为 日前多家印度媒体详细报道了印军 在边境地区的最新部署情况 分析中印军力对比 根据印度媒体的说法 称我军拥有印度军队所缺乏的一切和更多 而火线杂志网站28号则最新发文 强势警告印度政府称 切勿升级边境冲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